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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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50年 大概有六十個佛墓工人在工作 我們接下來看這個表演 就是跟他們當時的工作有關 這位朋友來頭也不少 他曾經多次在同類型的比賽中獲獎 其實這個表演 可以看到在這裡以前的佛墓工人 很懂得預工作於娛樂 無論多麼辛苦 他們都可以忙裡偷走 在辛苦的工作裡 找到自餘的樂趣 這一點是很值得大家去學習的 不要經常埋怨自己的工作有多麼辛苦 上司和同事有多麼麻煩 與其用時間埋怨的 不如把埋怨的時間去投入工作 享受工作, 那就更好 上班的時間也過得快點, 開心點 試想一下 真的有很多人想找一份工作也很難 對不對 好, 開心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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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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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凍的情況 他是不是賺了很多錢,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他真的很喜歡這份工作 我覺得這個精神是值得欣賞的 請假的, 請我回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跟他们交流一下 如何教育小朋友的心得 也想知道在芬兰人 如何教育小朋友 Tania 你做什么要做 能够有更好的关系 我跟她有很多时间 当她出生 她和我七岁 那组织终于 她和我一起 她和我一起 我经常在我家 我经常在我手上 我经常在我手上 她和我一起 所有的职务 我们都分享 我做银行 她做银行 所以那是我们普通的职务 還有動物,我和她都花了 我大太也是這樣做的 因為小朋友的成長 不斷地剪輯我們大人的言行舉止 行為 如果你以身作則的榜樣給她看 她會模仿以身作則 做一個好人的態度 但如果你瘋瘋瘋瘋 她也會變成一個瘋瘋瘋瘋的人 也好 我聽到她說的教育小朋友的心得 基本上和我都差不多 即是正確,即是一個正確的觀念 你覺得在韓國的教育系統如何? 我覺得是很好的系統 因為你不開始太早 你開始當你七歲 當你開始學校,他們開始小小 所以你還可以長長長長長 學校的系統不太難 但以後來的教育 而且教育是自由的 所以每個孩子 都會有機會成為 任何他想 香港作為父母 我可能想早一點的小朋友 去接受到教育的培養 但我想在大部分西方比較開放的地方 他們都沒什麼所謂 其實他們可以讓她的童年… 即她童年的六歲以前 可以讓她多一點去玩 多一點去發揮自己 然後七歲才開始讓她 接觸群體或者小朋友的生活 去學習 我覺得也是一件好事 我也贊成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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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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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擂擂 我擂擂 夏 CPA 我擂擂擂擂操 當然, 他花了很多時間 跟他的動物, 跟鞋子和狼狗 我們不常常玩影片的影片 在冬天時, 我們會跳舞和跳舞 在冬天時, 我們會去旅行和逛逛 基本上, 我不太讓他看電視 我讓他看大部分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教育小朋友的卡通片 或者有關動物的節目 我才會主力讓他看 例如他吃東西可以看有關這些節目 但他剛才所說的有些會外活動 其實…我小朋友還是小, 只有三歲 但如果大一點, 我也會採取他這個想法 和他多點去戶外, 行山 玩學騎馬, 游水 其實我也會預計我會這樣做 其實小朋友一路的成長 我們香港很多時都是開了電視 父母就走開了 其實他在電視上教育他 令到很多小朋友 可能沉迷了一些電子遊戲機 又或者將他的童真盡快消滅 他就學了電視裡的成年人世界 沒有了一份童真, 這件事我挺想保留 不想他是這樣 盡量希望他可以接觸戶外活動 健康一點 不要儘快將他變成一個老人精 芬蘭不僅擁有世界第一競爭力 還多次上榜成為全世界最佳學校教育冠軍 芬蘭人讀書, 從小到大 就算讀到大學畢業 都不用交學費 就連書保費、 交通費和午餐都是全面的 是否聽見都很羨慕 說多一點讓你們知道 原來全世界的人都一樣有機會 可以在芬蘭免費地讀大學 只要你懂英文 而通過考試 又有當地的大學肯收你就行了 而且芬蘭還有千多間圖書館 平均每250人就有一間 這個比例可以說是全球之館 喜歡讀書的朋友 可以想想 謝謝, 師傅 我們剛才沿途看完風景之後 我們就來到這個小島 其實在布滿這個湖裡 裡面有很多類似的小島 這些小島都是被人賣了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在這裡賣一個島 如果我可以擁有 我希望它一定是上來 東西都很舒服、很整齊、很漂亮、很乾淨 如果我要就需要這樣 如果我需要這樣的時候 我想就會很辛苦 那還是米, 還是去別人的那裡 去別人家吃飯吃完就可以走 如果有自己就要自己洗碗 我覺得還是要去別人家吃飯比較好 排一個小島 或者來到這個環境和這個小島 令我想起我以前讀的Cate School 林畢業有一個野外求生訓練 就是每一個人揹一個背包 有指定給了一瓶水或排朱古力 或者罐頭或麵包 就放在某一個山林或某一個地方 就給你一塊布 你放下之後就要自己做 任由自己的創作 可能要做一個頂部或三角形 自己躲在那裡睡,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整個過程就是三天兩夜 就沒有人理會你 當你來接你的時候 如果你吃東西越少, 你就分數越高 我覺得這些訓練也不錯 我覺得對人的獨立性 以及求生意志都有幫助 我覺得這個訓練 正因為我小時候讀的這間學校 令我覺得接近了大自然很多 其實一般都市人可能真的不是接觸那麼多 當你接觸過之後 其實你都可以享受到那種比較原始的生活 其實也挺好玩的 現在想起露營, 我也想再試一次 就是想現在…沒試過那麼久 都想去試露營 讓女兒大一點去跟她試露營 現在水滾了 那水滾就說Maker就教了我們 用一個樹枝勾起水滾的壺 這樣就不會燙傷 我覺得她們很懂利用 大自然的物資去做任何東西 那這當然是屬於環保的其中一個部份 那我們現在開始就準備做一個班戟了 我記得在11、12歲左右 我跟兩個很頑皮的朋友 隨便拿著東西就去露營 那接著就去到一些荔枝莊、荔枝圓那些 那就看到有些…蚵 荔枝莊、荔枝莊、荔枝莊、荔枝莊 荔枝莊、荔枝莊, 掃脫下 燒, 又沒有刀, 拔弱我的頸 有時候走到一些很偏僻的地方 有些牛在那裡 那時候小時候, 很壞不壞 大家去找石仔擲一隻牛 擲… 擲一擲一擲, 有個牛的主人走出來 你幹甚麼… 擲我擲後, 另外有個朋友說 擲就擲, 不行 然後一個尾尾尾尾尾的牛的主人 拿著棍子, 追了我們九個山 很害怕 有時候這些白艷的事 想起來也挺好笑的 現在當然不會這麼做 所以趁著…我經常跟年輕人說 趁著自己年輕人, 應該要… 試多點東西 去… 去接觸多點東西 因為當你… 當你真的要社會出來做事 人家人成熟 當你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沒有這樣的機會 也沒有這樣的心情再去… 這些是很無聊的事 不會再去做 沒有了一些… 沒有了一些回憶 沒有了一些時光 好像浪費了一些時光 你怕嗎? 咖啡 好 好 好 這些煮咖啡和班戟的伎倆 很多…小朋友都會認識 因為他們去旅行、大自然的地方 很多時候背包都會拿著 就會…自己會做這些事 還有很多漁民 漁民他們開著船去打魚 有時候肚子餓的時候 就去某小島上生火 煮班戟、喝杯咖啡 基本上這些是他們… 求生技能 我們中國人, 大家都會炒飯 可能一有類似都是這樣的 謝謝 你歡迎 芬蘭有很多這些度假小屋 都是用木做的 全部採用純天然的木材 用木材來建屋 最大的好處就是有冬暖夏涼的作用 夏天的時候 無論屋外面有多熱 屋內仍然維持著20度左右 面對著全球暖化的問題 越來越多人關注 因為天氣熱 就會有更多人濫用冷氣機 這個惡性循環只會令我們地球更加加速暖化 問題繼續嚴重 不僅影響我們 還影響我們的下一代 有沒有想過 學芬蘭人那樣 利用天然物料來達到環保 又可以保持冬暖夏涼的方法呢 到了冬天 他們會利用火爐來取暖 不過大家放心 他們不會燒出家屋 因為在火爐前面, 他們已經做足安全措施 火爐前面就是用這些物料 因為這些是木 這些物料就算有些炭灰下來 都不會燒出你本身的木地板 很多香港人經常去芬蘭域 究竟真正的芬蘭域是怎樣的呢 我們來到芬蘭, 當然要嘗嘗傳統的煙燻桑拿 現在我們就去嘗嘗 我現在處身在這裡 就是全芬蘭最大的煙燻桑拿屋 有一個鍵蘭其是世界紀錄大船 就在這裡誕生 當時有46個國家和地區 總共有160個人 在同一時間一起嘗芬蘭域 汽浴 芬蘭域最精彩的部分 當然是當你蒸到一身汗之後 就要清潔和冷卻你的身體了 最棒的當然是立即跳下湖 無辜 上來玩也不是很冷 不過對我們中國人來說 是腎都爆 跟香港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為桑拿浴室裡面的木… 是用透氣度高的木材來建造 有方便散熱的作用 同時分為兩層, 上層溫度比較高 最棒的是整間房子都充滿著木的香味 如果香港也有一間就好了 因為我也很喜歡桑拿 出來的時機, 你說得對 平時人家去桑拿就很放鬆 我就快點熱, 快點熱, 再熱 熱得心液也有肺炎 接著… 好, 來吧 好像我們拍戲 要你跳到哪裡, 或者做一些動作 其實有點像那種心態 接著一出來, 機器一邊跟 好嗎?快點… 那天到機器就位了 又跳下去, 糟糕了, 放下去 又幸運 原來我的感覺不是那麼恐怖 以我個人的體質來說 如果有冰天雪地的芬蘭 我這樣做一次 因為我腎虛 肝都掉下來 幸好現在是夏天 所以現在沒事, 沒精神 現在你們看不到的 整個組員, 每個人都戴帽子 又…很冷 我真的正好 看看幕後穿多少衣服 都說做藝人辛酸 大家看看塔塔, 真棒 你來吧